今早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中远海能1138 简选原因是面对红海、苏伊士运河等航运重要通道的最新局势 油价受影响的程度仅次于集装商的运输 国海证券指出 苏伊士运河航道封闭期间 运价上涨风险提升 参考历次运河中断的事件 当中1956和1967年的油运价短期出现较大幅度的涨幅 中远海能主要是经营油品航运 截至2023年9月底为止 拥有及控制155艘的油轮 控制运力2274万吨载重量 油轮的规模是全球第一 预料受惠油价潜在的反弹 马士基油轮表示 未来航线都可能出于安全因素而避开红海 绕行好望角 而英国石油公司公布 暂停所有通过红海的邮轮 龙头公司的行业或被同业跟随 将会加剧行业短期供应的紧张 对油运家带来支持 中远海能星期一升超过6% 收报7.32% 2023年预测市盈率是6.5倍 息率是5.5厘 现股值吸引 策略上可以在7.2%吸纳 上网下降轨8.5的水平 跌穿前底是6.7 就息而减次